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香港的喜剧片 修修鬼 影片一开场 镇上的大财主葛大富老来得子 街坊四邻都过来祝贺 武圣堂堂主王八弟带着老婆孩子 也来向葛大富道贺 这二位可是死对头 谁看谁都不顺眼 王八弟说你儿子叫什么呀 葛大富说叫葛长寿 王八弟说这名字太俗气了 我觉得应该叫葛的屁 葛大富和王八弟正掰扯的时候 他们俩的梦中情人小米 和他那位费老老公带着闺女也过来 要说小米这位老公病的可真不轻 一咳嗽就听不住 眼瞅着要上黄泉路 几个人正聊着的时候 一眉道长英叔带着徒弟赶到 葛大富请一眉道长来的目的 是想让英叔给他保备儿子尊了命 英叔的徒弟 首先给葛大富两口子说了一些吉祥话 目的就是骗红包 红包到手之后 英叔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英叔说我掐指一算 你儿子葛大富出生在一年一月一日 在二十三岁会有一个劫难 过得去万事如意 过不去肯定得嗝个屁 每逢初一十五月圆之时 也是你儿子养起最弱的时候 到时候必须多加注意 随后英叔开盘做 还是过去那老一套 什么太上老君吉吉如律令 谁不给红包要神的命 葛大富一听 吓得急忙把红包给了英叔 转眼二十多年过去了 葛大富的儿子葛长寿 和王八弟的儿子阿星 都长成了大小伙子了 这一天刚好是镇上每年一度的大比武 比赛的双方分别是葛大富头子的金银舍 和王八弟的吴胜堂 裁判是镇上的保安队长小胡子 小咪的闺女秀秀也长成了一个 人见仁爱的大姑娘 由于胸大臀小长得也好看 在附近这十里八村非常的强盛 王八弟的儿子阿星 和葛大富的儿子葛长寿 基于秀秀的美色已久了 都在想办法把秀秀弄到手 本来阿星输了葛大富的钱 准备输掉这场比赛 可对方实在是太嚣张了 阿星一怒之下 把对方给胖揍了一顿 最终由王八弟率领的 武胜堂获得了冠军 这下葛大富可不干了 把阿星受贿的事告诉了王八弟 把王八弟气得是拂袖而去 阿星刚追出去不远 就一头撞在了波密大师的怀里 顺便还跟波密大师的闺女 波波认识了 虽然葛长寿很喜欢秀秀 但秀秀喜欢的却是阿星 狼有情媚有意 两人就差丑机会闷得命 可就在这个时候 葛大富带着儿子葛长寿 到秀秀家提亲了 为了把这件事给搅黄了 秀秀和阿星只好去找王八弟帮忙 要说这王八弟是真有两下 马上就利用法术 把葛大富给惊人控了 本来小咪跟葛大富聊得正好好的 葛大富突然跟变了个人事 把自己内心 对小咪的那些龌龊想法全说出来 小咪一听气得是热血沸腾 小点痛苦 当时就把这爷俩给扫地出门了 自己的亲事被搅黄之后 葛长寿是闷闷不乐 由于过于思念秀秀 葛长寿带着俩手下摸到了秀秀家的房间 打算偷看秀秀洗澡 不过巧的是 这天刚好是月圆之夜 葛长寿很快就扛不住了 一头栽了下去 而且刚好把秀秀的真气给吸走了 秀秀死了之后 小咪是痛不欲生了 马上就把葛大富和葛长寿 告到了保安队长小胡子那 小胡子这货是个贪管的 收了葛大富的钱之后 开始明目张胆的贪财忘法 涉于小胡子手里有枪 王八弟和阿星只好暂时作罢 为了替秀秀报仇 阿星带着师弟闯进了葛大富家 可没想到葛大富刚给儿子葛长寿 请了一个叫联军的八国混血的保镖 这哥们之所以叫联军的 是因为八国联军进来之后 他妈咪生下了他 这都具有很强的纪念意义 阿星虽然很能打 但跟八国联军比起来还差点火候 眼瞅着阿星要吃亏 王八弟及时赶到 把儿子和徒弟给带走了 由于秀秀死的时候正在洗澡 因此死了之后连衣服也没穿 整宿整宿光着定满蛋就下流的 秀秀一看这么下去也不是办法 于是便找到了王八弟 王八弟跟英叔一样都是业内人士 因此能够看到秀秀的鬼魂 王八弟说我不是你的亲人 所以没法给你烧衣服 你暂时先这么凑合着 先到鬼门关报了道 其他事以后再说 在王八弟的指点下 秀秀来到了鬼门关 可由于衣衫不整又被赶出来 葛长寿的一个手下 鸡贼哥回到小法术 本来打算通过秀秀的衣服 让葛长寿看看秀秀的鬼魂 可不成想弄巧成拙 把小蜜的衣服给偷过来 闷闷不乐的葛长寿 带着手下正吃饭的时候 秀秀的鬼魂过来 秀秀本打算捉弄一下葛长寿 可没想到被波密大师给识破 波密大师为葛长寿开了天眼之后 葛长寿和手下 妻子一个把秀秀给拦住 秀秀的呼救声 很快就被王八弟给听到 由于人鬼殊途 王八弟只能利用法术 突然阿兴的魂魄去救秀秀 可没想到阿兴一来到饭馆 波密大师居然出来怪闲事 幸亏王八弟一直在后面 拖着自己的儿子 阿兴把秀秀救出来之后 两人趁热打铁 很快就把生命竹人收饭 葛大夫把波密大师父女请到家里 希望波密大师能帮自己的儿子度过节数 并许诺给波密大师盖一座密宗佛庙 这波密大师虽然修炼多年 但爱猜如命 一听说要给他盖寺庙可高兴快 马上就开始着手帮葛长寿度过节难 波密大师说 你的节数在23岁生日这天 你一定要等过了这天之后 才能从宝塔里出来 为了防止葛长寿的节难 转移到葛大夫身上 波密大师决定利用法术 让葛大夫夹死 为了能够让秀秀在此时之前 到鬼门关报道 阿兴再次离婚找到了秀秀 本来阿兴打算和秀秀 在阴间做了一对夫妻呢 可没想到都被撵出去 原因是两人的阳寿未尽 回来之后的阿兴把情况一说 王八帝马上开始起谈做法 瞎比划一通之后 秀秀并没有活过来 王八帝一打听才知道 原来秀秀那口真气 被葛长寿给挤走 随后王八帝和阿兴等人 来到了葛长寿家 进屋一看 发现葛大夫居然里面和坏 不过这王八帝眼睛里可不如杀子 略施小技就发现葛大夫是炸死 紧接着屋里就乱了套 双方打的是击肥狗条 甭提多热闹 阿兴准备打开宝塔 把葛长寿弄出来救救他 可是被波密大师给打中了 要说这波密大师确实有两下的 可把阿兴揍得不清 王八帝一看自己的儿子被揍了 那能干吗 接下来是两位大师的巅峰队语 两人掐了半天 谁也没占张便宜 眼瞅着时针要到了 王八帝彻底激眼 钻进去把葛长寿给拽出来 然后顺利的把秀秀给救活了 影片的最后 阿兴一口气取了秀秀和波波两个老婆 把葛长寿羡慕的是不要不要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一样 常威果然会武功 这事彻底一查清 趁着凶手争洞房 赶快去警报龙星